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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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我说 您可不能老这么哭了 这事怎么能怪您呢 您别难受了 你们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 除了这样的事情 家里人是最难受了 包括姜晓的妈妈 我们都挺理解她的 但是您看看 这么可爱一个大孙子 我看这墙上贴的全是她的奖状 多好的孩子啊 您别老哭 对身体不好 是不是 您得好好的 把这大孙子培养出来 我们今天不是来兴师论劲的 您放心 好吗 一点心意您留着 这使不得 使不得 阿姨您别客气 您不怪罪我的儿媳妇 您不怪罪我的儿媳妇 我就已经很不足了 阿姨 有这事给孩子的 您拿着吧 好好好 谢谢 谢谢您 您别客气阿姨 您别哭了 老这么哭真的对身体不好 想开点这事情已经都发生了 咱就想着以后怎么把日子过好了 嗯 好好 这是什么 名片 你看啊 上面有叔叔的名字 还有叔叔的电话号码 看见了吗 嗯 那好 以后呢有什么事给叔叔打电话 啊 叔叔一定到 听见了吗 快回家吧 再见 回去吧 嗯 嗯 走了啊 等我一下 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要跟阿姨说 阿姨 我爸爸他真的是罪犯吗 我爸爸他真的是大坏蛋吗 我的同学有得这么说 我问老师了 老师说我长大以后就知道了 可是我现在就想知道 阿姨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对于你来说 你爸爸不是大坏蛋 你的同学在上学的时候 呃如果作业没有做完 或者是上课的时候调皮捣蛋 老师会不会批评他 嗯 对吧 嗯 但是会不会因为老师批评了他 他就是个大坏蛋 我是 其实大人也会犯错的 跟小孩儿一样 只不过呢 大人犯了错 就不是被老师批评这么简单了 因为他是大人哪 他可能会被关起来 见不到你 但是你要记得不管见不见得到你 你爸爸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人 妈妈跟我说 爸爸哭了 可是 他跟奶奶说 爸爸没死 阿姨 嗯 我爸爸他 到底死了没有 他还能回来吗 你说这贪污判了十几年 钱也没花了 最后什么也都没了 还给家人造成那么大的伤头 就这种贪官 最可怜 最可怜 关键是那个陆雪 现在心态还是特别地不好 他这样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 你看那江小 多可怜 有时间咱多来看看他们 这陆雪最恨方局了 咱们在看的时候 把他也叫着呗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那陆雪的怨气 再小一点才说吧 嗯 没问到哪儿了 别打一电话 咱们他给接上吧 嗯 过局 方局 喂 查到了 说说情况 张广顺现在在苍州的一家私企工作 还当会计 月薪五千人 他在燕翔的时候联系多少钱 这个税钱呢是两个三 出具个人所的税和各种的保险 实收是两万零八十三元 应该是公司里除杜小燕之外 工资最高的 查清楚他离职的原因了吗 去燕翔广公司人说 张广顺说他母亲得了重病 需要人照顾 就辞职了 可是我通过当地的警方核查 张广顺母亲身体健康 每天爱跳广场舞 还是领舞呢 而且他们兄弟姐妹四人 身边都不缺人手啊 张广顺和杜小燕的关系怎么样 杜小燕很器重他 对他可算是严厅计创 要这么说的话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在这儿的条件这么好 他跟杜小燕关系也不错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四十分了 明天咱俩去一趟兵了 明白 不 我觉得你还是带小燕去吧 雷龙 你留下来 继续追查刘海勇自杀的明天晚上 停留在桥头的那辆 刻意的奥地场 好 也是 来打扮你 辛苦啊 好 是这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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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儿吧 走 到前面看看 哪边啊 大爷 您好 您好 我给您打听一人 谁呀 林小霞 那小霞呀 他娘家给我们家是鸡妇 巧了 我刚才看见他抱着孩子回来了 那正好您带我们去过去看看去 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 我们是保险公司的 卖保险的呀 对对对对 我们行 我们核实一下材料 那行 我带你们去 好 谢谢您啊 不客气 不客气 这您邻居是吧 对对对 我们是街坊 小霞 小霞呀 小霞 有人找 王大爷 谁找啊 他们几位 是那个保险公司的 你们聊吧 谢谢您啊 好的 谢谢您啊 大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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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王大爷 好嘞 这是你儿子啊 是 太可爱了 你们 我们是验渡市检查验的 检查验的 好 你不用紧张 好 我们就是想找你 聊几点情况 好 那咱们坐着说吧 谢谢 嗯 洪梅和我 是小学的同学 我们俩感情非常好 从小一起长大 跟亲姐妹似的 她要是没有遇害 估计现在也早就结婚了 也有儿有女了吧 跟你们说这些干啥 洪梅遇害的前一天 嗯 我们俩一起去上学 半路上 有个男的就拦住了她 要给她糖吃 还让洪梅去她屋里玩 洪梅没敢去 来 跟我说准备吧 不要 来 我给你糖吃一下 不要 不要 谢谢 来 我给你 给你糖 来 去糖看我吃了 你不要再拉我了 否则我要嫁人了 就在第二天 我就听说了洪梅 与海的消息 刘洪梅遇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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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让你指认过嫌疑人是吧 是 那天 学校里去了好多警察 他们分头找了老师啊 同学去了解情况 当然也就找到了我 我就跟警察说了就是 半路有人乱洪梅这件事情 警察就问我在哪儿 我就带他们过去了 就是前边 下阳团胡同 那个胡同口 再到后来 警察就让我到公安局去指认 我记得 当时在院子里好像有 有七八个男人吧 王顺就在里边 我当时在一个小屋里 前面还隔着玻璃 就没太看清楚 再说了 我当时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害怕得要命 哪见过那阵势啊 就想着赶紧完事赶紧回家 其实当时 就是觉得王顺穿的衣服 跟那男的挺像的 稀里糊涂的 就指认了他 也就是说你不能确定 王顺就是在路上 拦截那个刘红梅的男人 这个人你有印象吗 我没印象 你仔细看看 好好回忆一下 真的没印象吗 哦 对了 我记得 蓝红梅的那个男人 左手的小拇指缺了一半 我跟我爸说过 我爸让我别惹是生肺 跟任何人都不要说 左手的小拇指缺了一半 你确定吗 确定 因为当时 我跟红梅还议论过这事呢 谢谢你啊 谢我啥呀 你说要是因为我 仰望了人家王顺 我这辈子良心上 都过意不去 很理解你的心情 如果当时错了 我们正在努力求错 所以 我们特别需要你的协助 嗯 我看过你当年的笔录 也有你的签字 在那个笔录上面 你清楚地指认 拦截你跟刘洪梅的人 就是王顺 你甚至说了当时的天气 胡同的环境 王顺的声音 衣着 表情 说得都非常具体 这跟你今天的表达 是有矛盾的 能跟我解释一下吗 我 我 我那时候还是一个 不到十岁的孩子 笔录上写的那些 我哪说得出来呀 字还没认权呢 那我能理解为 那些话都不是你说的 你点头代表是 是你说的 还是不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我们当时的班主任 王秋菊老师 还有赵淑敏副校长替我写的 他们说是检查要求的 这也太过分了 班主任和副校长怎么能这样 开玩笑 知道你们这记录录呢 不知道以为你们集体 创造真探小说呢 嗯 你刚才提到的那两位老师 还在学校吗 在 赵副校长好像马上就要退休了 就是胡同旁边那个小学吧 八道沟小学 谢谢你小学 不客气 嗯 那我就不送了 你不用了 你赶紧回去吧 好 我们走了 嗯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回去吧 快回去吧 再见 二 三 四 没关系 正常程序 检察官同事 笔录的事情已经隔得太久了 我还真记不清了 你还是问问我们王老师吧 这事可不能推我身上呀 当时警察来咱们学校调查的时候 可是您亲口向他们保证的 保证林小霞能够写出笔录 您还让我帮忙做记录是吧 您想呀您当时是副校长 我敢不答应吗是吧 最后也是您亲自润色订稿的 对吧 我不是为了早点破案 抓住凶手 为孩子报仇吗 二位的意思是说 林小霞当时的笔录 是你们代笔捉刀的 对吗 是 我们真以为那个人就是凶手 警察说林小霞已经指认了 就缺这份口供了 所以我们才 我们不是故意害人了 领导呀 我们当时真以为自己是为民除害呢 好 小霞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突然间想起件事了 不知道有没有用 慢慢说 我记得当时 红梅被害那一案一出的时候 我们这一片都人心惶惶的 嗯 当时我们小学生上学放学 都是由家长接送 嗯 这拿来回回得有一个多月吧 还有很多同学 他们家里都是双职工嘛 就因为这事 嗯 天天要请假迟到扣奖金什么的 幸亏了我们居委会的陈主任 这个陈主任是个热心肠 当时他找了一些退休的大爷大妈 天天接送我们上学放学 这风里来雨里去的 从来没抱怨过 到现在我们都还挺感激的 就是这个陈主任 我记得他好像跟我们说过 是他带着警察去抓的王顺 所以说 我觉得如果你们去问问他 或许他能聊起点情况呢 当然我就是突然间想起这件事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他叫什么名字 叫陈秀娥 陈秀娥 嗯 小霞 你说的这个情况对我们特别有帮助 谢谢 真的吗 你想起什么要来跟我们说好吗 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 谢谢啊 想起什么再告诉我们 好吗 谢谢你啊 再见 陈秀娥 现在去吧 走啊 走吧 陈秀娥老主任啊 陈秀娥老主任啊早就退休了 嗯 你找她有什么事啊 了解点情况 哦 我们是在职的 是街道办事处经过统一考试录用的 嗯 那几个老太太啊早就离职回家了 嗯 有什么事啊 尽管说 嗯 这电脑一敲啊 什么信息都能调出来 啊 我想问一下 十八年前 发生在你们社区的奸杀幼女案 你们还记得吗 这 十八年前 对 呦 这个我们到哪弄清楚去啊 这电脑上可调不出来 那时候电脑呢还没普及呢 哦 这样 那这样您告诉我陈秀娥现在住在哪儿 我们去找就可以了 应该 应该是住敬老院了 敬老院 嗯 哦 对 叫松鹤堂敬老院 对对对 嗯 好 谢谢您啊 哎 来客气 走 本来又得连续作战了 嗯 我最近减肥 都好几顿没有好好吃东西了 要不咱们 先吃饭吧 哎 我这要瞧个理 热量太高了 我不吃 哎 吃不吃 不管你 辛苦了 坚持一下 请你们吃风扇的特色小吃 放开肚子吃 不用担心拆旅费超标的事情 本处长请客 那得多破费啊 装吧你就 你们找我呀 那可算找对人了 现在居委会这些小青年 嘴上无毛 办事不老 这屁股啊 要多沉有多沉 就知道每天猫在屋里边 吹着空调打电的 这哪像我的那会儿啊 成天的顶风冒雨下户走访 想居民所想 急居民所急 来这社区的情况 那叫一个门清 现在啊 不成喽 您说得太对了 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很专注地 很努力地去做 才能把它做好 对吧 陈主任 对呀 这段话我爱听 陈主任 今天呢 是想跟您了解点情况 十八年前有个叫王顺的 犯了事的 是您那片区的 您记得吧 王顺 记得 快点录下 当然记得了 那个时候 我可是居委会第一把手 抓王顺的时候 还是我带着警察去抓的 是吧 那您能不能费心包姆回忆回忆 当时都发生什么了 当时听说 王顺被判了死伙 大家都认为啊 判清了 受害者家属 才跑到我们金委会 委托我们给上级打猫告 杀人成名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当时 就应该给他判死刑 立即执行 陈主任 被害人亲属的这种心情 当然是能理解的 但是 法律上的事 咱们得讲究个证据 而且 幸好没有判他死刑 立即执行 因为我们现在 查出来这个案子有一些疑点 很有可能 凶手是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 那王顺太冤了 可是嘛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您的帮助 但凡您知道的 您都告诉我的 行吗 行 没问题 来 说起这王顺 他这个人 平时挺老实 可是呢 他就有个坏毛病 爱赌博 而且逢赌必输 他那个老啊 就是因为这个 跟人家跑了 这王顺啊 一个人带着闺女过日子 挺不容易的 我这个人呢 热心茬 就把他呀 当成帮教对象 就想着 当他把这个赌博的恶习赶了 你还别说 这王顺啊 挺配合的 坚持了一年多都没再赌 可是 这六月四号这天呀 这王顺他又去赌了 而且这次还输得特别惨 他闺女哭着来找我 让我好好管管老师 我一气之下 让他教导居会臭疤的一头 当时他还认得错 想决心说改 当天晚上 他女儿俩还在我这吃的饭 你说说啊 你以前跟我的保证都哪儿去了 今天马长长 马长长 你能当饭吃吗 你不想想这么好的孩子 你天天出去堵去 这孩子怎么办 谁管呀 你想过没有啊 你媳妇为什么跟人跑来 你还记得吗 这孩子这么小 你有点事谁管呀 你对得起孩子吗 行了行了 你去把那粽子端子给他们吃 喝点水吧 长迹象 知道 来来来 来来 来 吃个粽子 谢谢奶奶 不谢 那王叔吃完饭就回去了 没想到 这第二天 第二天就出事了 他怪我 我没教养 这现在想 这心里还不好受 陈主任 您还记得 当时您把他叫到居委会的时候 是下午几点吗 大概 大概是两点吧 那他几点从您家走了呢 晚上 晚上七点 这我记得挺清楚的 那会儿啊 新闻凉波刚开始 那也就是说 从下午两点到七点之间 他一直是跟您在一块儿的 对 但当时 他女儿荣荣 还有居委会那个老李陶 都在 您确定吗 确定 确定 那天啊 正好是 农历五月初五 端午节 他们爷儿俩在我们吃的粽子 一起的真正 查一下当年的六月四号 是不是端午节 嗯 是端午节 陈主任 太感谢您了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以后有事说不定我们还得来麻烦您呢 没事有事你们就过来 麻烦您了啊 行 那我扶您回屋吧 外边凉了 来 谢谢您 慢点啊 夏初 你发现什么了 为什么对六月四号这么感兴趣 试检报告上明确写着 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六月四号的下午三点到六点 可按照陈主任的说法 那个时候王顺和他的女儿在他家 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不会吧 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会搞错 所以我在想 很有可能是陈主任 把刘洪梅被发现的时间 当成了他被害的事件 也就是说 他以为刘洪梅是六月五号被杀害的 所以才没有向警察说明情况 王顺太倒霉了 我在下面怎么办啊 下面要做的事情还挺多的 第一件事 得想方设法的逼这个刑制三线身 让他说明事实 第二件事呢 要找到王顺的女儿王婉容 让他说明情况 做事当时王顺不在场的证据 第三件事就是 林小霞不是说 他记得当时 骚扰刘洪梅的那个人 左手的小拇指少了一点 提训李锐军 核实一下 现在逼刑入三线身 找到王顺龙都有难编 只有提神李锐军的证据 夏叔 你们不是想连夜奋战 夜神李锐军吗 看把你吓了 这次咱们也算是功劳卓著著了 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 明天一大早提神李锐军 好嘞 早就知道你们要来 咱没想到这么快 那咱们就好好谈谈 咱们俩谈话 我得录个音 你别介意 好 人在多天在看 杜小燕他们怎么搞 早晚又出事 他们怎么搞 杜小燕私下为刘海勇 转账几个亿的资金 这是洗钱啊 是通过艳祥广告公司的户头 转到香港的一个账户 这些资金 跟艳祥广告公司的收入 没有任何关系 他转到香港的账户 那账户的户名是谁 刘海勇 刘海勇出事以后 我就觉得要出问题 我就私下提醒杜小燕 但是他不听啊 还是一意孤行啊 他怎么一意孤行 刘海勇潜逃以后 杜小燕让我继续往那个账号打钱 钱后两笔 共四千万元吧 我就问他 这是给谁打钱啊 他还警告我说 不该打听他别瞎打听啊 我就觉得这个女人早晚又出事 我心想 与其在你这担惊受怕的拿高薪 我还不如回老家 踏踏实实过日子 哎 以你的资历还有本事 完全可以在燕都找一份很好的工作呀 干嘛回到滨河来了 这儿的条件 原来不是燕都啊 您是不知道 杜小燕这个人啊 在燕都人脉特别广 能量特别大 背后有人给他撑腰啊 我知道他的底细 我担心他找我的麻烦 心想啊 干脆我就回老家发展 虽然钱拿得少 但是心里踏实 你手里边有没有 关于杜小燕非法转账的证据 或者资料什么的 有 稍等吧 这个是我离之前保存的燕想广告公司的另一笔账 虽然这个账本啊 记得特别惊喜 但是杜小燕这个人啊 非常的狡猾 这个账本里边 她连一个章都没有盖过 甚至连她自己的签名也没有写 所以呢 这个账目啊 只能是提供给你们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 但是我估计也无法成为你们指控杜小燕的证据 没关系 这个对我们也很重要 还有这个 这是杜小燕付给我的双倍功课 让我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 私下帮她做另一笔账的报酬 这是不易之材的 我一分没动 现在你们来了 正好交给你们 那行 我先替你收拾 小燕按程序登记一下写个收条 刘月君 咱们说说 你住在向阳团3A20的事情吧 我们对你在那一段时期做的事挺感兴趣的 我就是在那儿住过 住的时间也不长 都忘了差不多了 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王事儿的事你知道吧 王事儿的事你知道吧 据我们了解 当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人家还帮过你 定金都没收就让你住去了 你再害人家 你觉得合适吗 怎么是我害她呢 摊上这种事儿 只能算她倒霉 王事儿老是芭蕉一人 自己拉扯女儿过日子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那我也帮过她呀 那时候我们一起拉活 她要的钱比人低 人家都想打了她 是我倾身而出保护了她 为这事儿我还受了伤 吃了亏 那我算对得起她了 你刚才不是说十八年级的事儿 你记得不太清楚了吗 我看你这不记得挺好的呢 把左手抬起来 干什么 让你抬你就抬 听清楚了吗 这小拇指怎么少了一截 不怕你二位笑吗 我年轻的时候不学好 跟人家赌国出老千 让人发现了 把手给剁了 从那以后我发誓戒赌 真的 从那以后我一次都没赌过 你看出来呀 挺难做到的 这不挺盐味的吗 那咱得继续呀 好汉做事好汉当 对吗 你自己做的坏事 让别人背黑锅 还是一老实巴交的人 不仗义呀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我累了 不想说了 反正我什么坏事都没干 你干没干坏事你说了不算 我们会查清楚的 我头疼 哎呀 哎呀 我头疼 晨晨 晨晨 怎么了 什么事那么着急忙慌的呀 下厨有什么新指示了 没有啊 你跑那么快干嘛 我着急出这半事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有事吗 你没事我赶紧走了啊 我这还有事 哎 哎晨晨 晨晨 晨晨 你给我站住 你怎么一看我就那么不耐烦啊 我没有不耐烦啊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有事 这不是夏初让我去趟法医剑动中心 这会儿没光跟你瞎聊啊 你这什么态度啊 什么叫跟我瞎聊啊 什么叫跟我瞎聊啊 人家找你也是有事懂吗 啊 行 那您说 什么事 嗯 嗯 但我有个男朋友 嗯 不是 我有女朋友了 你少字都多情了 我是说冒充我男朋友 那什么冒充啊 就我妈妈 一个劲地给我介绍男朋友 我一拒绝吧 她就不高兴 不吃不喝地发脾气 所以我心想 如果你今天下班没有什么事的话 跟我回家吃口饭呗 这样的话 她就能放心了 你得脱了啊 那也不行 为什么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首先 我有女朋友 其次 我今天刚跟她约好的吃晚饭 真是爱莫那么多 晨晨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想你帮忙都不帮 晨晨 我给你找一张啊 你等会儿 大龙 大龙 告诉你啊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闻闻找你有事闻闻 加油 加油 走啊 好好聊 闻闻闻 你找我啥事 没事 没事 没事晨晨叫我来干嘛 她有事你问她去 我 我想起来了 那个 我一个朋友呢 跟我去看电影 可是她突然间有事 你今晚有空吗 要不咱们一起去看电影 不看 那咱们去吃饭 不吃 我知道有了 那怎么你才高兴吧 请你立刻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 我就高兴了 拜托 好 小失 我 我突然想起来 你健身那地方 接二连三地发生很多的抢劫案 我就想提醒你 像你长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得小心点 注意点 嗯 我知道了 哎 闻闻 你周末我去健身吗 你要去的话 我当你的保佑 不必了 嗯 别这么客气 我真没跟你客气 你这么来 你别老拒绝我呀 距离可以产生美 OK 别跟着我 夏叔明天应该没有问题吧 反正赵检的原话是 我们现在搜集到这些证据 完全可以证明 至少人不是王顺杀的 所以我觉得一次性通过的 可能性还蛮大的 如果我们这一次 为王顺评款招雪了 十八年 国家需要赔偿他多少 这我怎么算得清楚啊 按规定来呗 但我觉得最起码要保证 他出院以后 生活没问题啊 嗯 应该的 你吃完了 你吃完了 明天把资料准备充分一点 明天王顺那个案子 上监委会 是特别关键的一次 好 好 诶 夏叔刚跟你聊什么呢 要你管 反正跟你没有关系 诶 诶 诶 怎么了 诶 你跟我说 你是得罪文文了对吧 他为什么不理我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欺负他 绝对不会放过你 大哥 他 他不理你 你找我干嘛呀 冤有投产要助你问他去呀 我 我问了呀 他说就怪你 我不问你问谁呀 你快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样啊 周文呢 周文呢想找一男的冒充男朋友 回去带他见父母 我呢就推荐了你 但是 他没做你 这回你满意了吧 我满意我 我不满意 吃 吃实的 新鲜牛排出炉 好 真挺像样啊 文文 香不香 我先尝一下吧 真是不错啊 这可是我从网上订的进口牛肉 可问了 是好吃 那就好 而且我还专门从网上学的做法 就这么夸张嘛 就什么好学的呀 放点油 平板锅里头两面一煎 撒点盐 胡椒 这就完事了吗 老婆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这个牛排洗干净之后呢 用厨房纸擦干净 然后呢 撒上适量的盐和黑胡椒 淹上二十分钟 然后啊 在锅里放上少许的黄油 烧热之后 把牛排放入 大火煎上五十秒 翻面再煎上四十秒 然后呢 转入小火再煎入二十秒 然后 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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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翻到你喜欢的七分熟的程度 就可以盛出来了 之后 要继续做炙 在锅里啊 放上少许的黄油 烧热之后 倒入蒜蓉 洋葱圈 然后再加入 盐啊 黑胡椒啊 再放入少许的水 大火煮开之后 小火咕嘟咕嘟咕嘟 这其中间啊 还要用铲子不断地 划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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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这个烫汁 稠稠浓浓之后 盛出来 倒上牛排 这份牛排就做好了 好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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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小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